第1291章第四轮拍卖会 第16件拍卖品天接5G十方拳一步 黄中话音方落满场震惊一片哗然 天接5G真的是天接5G 没想到这才是第三轮就有天接5G卖了 这可真是太出乎意料了 天接5G这可是威力极大的一种5G 威力非常非常的恐怖不可想象 这种东西可不是什么一般人能拿得下来的 至少得需要四五十万金币吧 恩恩 众人震惊一双双的目光都是望着黄中手中的卷轴 眼睛一眨也不眨充满了无尽的渴望 天接5G真的是天接5G 415号包间侯军吉和夏幽兰两人都是惊呆了 在他们东悬域之中天接5G可以说是绝对的西汉物一般的拍卖会 根本就看不到上一次天珠岛上海市期间 他们好不容易才见到了一步 最终花了61万金币的价格才得以买下 但是现在呢他们到了这中州的地界上 这才是第三轮 就是出现了天接5G 这简直是不能相信 可以想见当第四轮 第五轮拍卖会开始之后 所卖出的5G等级又该有多么的恐怖 可能会出现天接中级5G 甚至于是天接高级5G 这也是不无可能的 不愧是中州 果然是非同一般 无尘耸耸间 对于这十方拳 他是没有多大兴趣的 也不会去买什么 不过 他没有兴趣 不代表别人也没有什么兴趣 在场的其他人 可是有很大兴趣 这十方拳 我天杀是在必得 另外一个房间里 一名男子端正坐着 看着拍卖台上的 十方拳的卷轴 眼中流露出了无尽的火热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天杀 白杀族的奇才 画龙镜二重天强者 有记得 上一次海事期间 他们让鬼杀去天珠岛 参加拍卖会 购买天杰五计 因为他们白杀族的 天杰五计 本来就很少 这严重地撤走了 他们白杀族的 实力发展和进步 而他们白杀族 不是人族 创造力是极其有限的 创造不出什么 惊天动地的天杰五计 因此 他们只有去买 但是 事情的结果 却是大大的出乎了 他们的预料 那一次的天珠岛之行 他们非但没有得到天杰五计 还使得他们白杀族损失惨重 不仅仅折损了像鬼杀这样的青年俊才 还损失了一名画龙镜的长老及强者 而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因为一个人而起 那个人就是吴臣 本来 他是想在东荒大地上把吴臣给做了 抱得他们白杀族的血仇 但是那一次 因为顺言地从中作梗 导致他的计划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不久前 书建大会上 他本来也是想狠狠地教训吴臣一顿 但是却没想到 吴臣的成长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已经是突破了画龙镜 并且有了青年巨头一级的实力 这种级别的实力 连他都要感到震撼 无法敌过 真的很难让人相信 吴臣的修行速度 怎么会如此之快 想起曾经的种种 天杀不由的是叹了口气 一种深深的无力之感 刹那间涌上了心头 他已经是明白 现在的吴臣 已经不是他所能匹敌的存在了 要想击败他 恐怕是比登天都还要难 十方拳 起拍价十万金币 每次加价不少于一万金币 还请大家净拍吧 黄中的话一落下 场中立刻就是爆发出了一阵轰然的声音 很多人都加入了这十方拳的竞争之中 因为这十方拳并不是一般的武技 而是一种天杰武技 天杰武技有多大的意义和价值 那是不言自明 在众多人的竞争之下 自然而然 这十方拳的价格也是水涨船高 最终被天杀以53万金币的价格给竞拍到手了 接下来拍卖会继续进行 第三轮的拍卖会 排名的货物多达100件 渐渐都是真品 最后的一件拍卖品的价格 已经是涨到了120万金币 这么多的金币 哪怕是画龙镜强者 也都不一定是能够拿得出来 休息了一刻钟之后 接着进行第四轮拍卖会 终于要到第四轮拍卖会了 第三轮的拍卖品 价格就已经是超越了100万金币 现在到了第四轮拍卖会 还不知道会高到何等的地步 是啊是啊 第四轮的拍卖会 即便是包间里的那些人 也都是要掂量掂量自己的金粮 看看自己身上带的金币够不够 还有竞拍下物品之后 有没有足够的实力保住货物 毕竟这拍卖会的水势可是不一般的深 这些这些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 反正我们就是纯粹的当一名看客而已 众人议论纷纷纷对即将进行的第四轮拍卖会充满了期待 他们虽然不一定要买但是看看那也是无妨的 侍女缓缓地从内堂里走出来 在她的手中端着一个托盘 这个托盘上面有一件软甲 泛着无尽的光泽阴晕光滑萦绕在上面 所有人的目光都是被这副软甲给吸引了 这副软甲 光是质感就看起来很不错的 想来也一定是价值极大的珍惜宝物 在众人那一双双眼睛的注视之下 黄中缓缓地拿起了这一件软甲 第四轮第一件拍卖品地阶领甲一副 黄中话音未落 场中立刻就是响起了一片金花 什么地阶领甲 我连上品领甲都没有见过 更不要说地阶领甲了 不只是你没见过 相信绝大部分人都没有见过地阶领甲 这玩意儿可是保命的东西 珍贵得很 可不是吗 灵甲的作用 就是在给身体加固一层超高的防御 有了灵甲 等若是多了一条命 别人要想伤害自己 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我曾经有幸见到过上品灵甲 但是这地阶灵甲 我确实是此前从来没有见过 现在终于是大宝眼福了 这流星拍卖场真舍得 连这种宝贝也拿出来拍卖 呵呵 第1292章地阶领甲 所有人都不淡定了 包括包间里的那些大老级的人物 也都是一样 超级的不淡定 目光都是紧紧的盯着拍卖台上的那一副软甲 眼睛是完全的已不开了 泽泽 没想到 居然还有地阶灵甲这样的宝贝 吴晨也是忍不住泽泽惊叹 怎么也想不到 在这拍卖会上 居然还能看到地阶灵甲 灵甲 这是很特殊的一类灵宝 能够给身体提供强大的护力 哪怕是实力强大的修饰 也不一定能将之给震碎掉 有了这东西 简直是多了一条命 没有人会嫌弃的 不过 要想锻造出一件灵甲 那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尤其是高等级的灵甲 其制作难度 更是堪称其大无比 远远的超过了一般的宝物 因此 灵甲是很罕见的 一旦出现 势必会引起众人的疯狂 呵呵 地阶灵甲 这东西可是好东西 要是我能够得到 那该多好 下幽兰感慨说道 灵甲一向珍贵 没有人会嫌弃的 但是很明显 他这话就是一句玩笑话而已 因为这玩意儿的价格不用想 肯定是高的离谱 哪怕是把它整个人给卖了 也凑不齐那么多金币 无尘看了他一眼 笑而不语 这东西 对别人来说 或许是价值无量的西式珍宝 但是 对他来讲 却是可有可无的鸡肋了 因为他修行有不灭金身诀 有先王的护身 先王所构筑的绝对防御体系 那是足够保护他了 所以 他对这地阶灵甲的兴趣 仅仅只是一瞬间的功夫而已 这玩意儿 我是在必得 宇文也看着这件灵甲 忍不住是握住了拳头 对于他来讲 曾经他与无尘一战 最终惨败 这一件事情是他这辈子最大的耻辱 在事后 他分析了一下自己失败的原因 进行了一下总结 他认为 他之所以会落败 原因无非就是两点 其一是无尘所修行的五技 等级是非常高的 龙族的绝技 又岂是什么一般的绝学 另外一点 无尘拥有先王这样巨大的防御体 能够有效地阻隔 外来力量的侵蚀 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是他所不具备的 因此 他要想战胜无尘 必须得从这两点下功夫 而第一点呢 他是不要想的 龙族的绝技 天下无双 极难寻觅 以他的家族之力 是根本就没办法 找到能够和龙族绝技 相互抗衡的绝学的 所以 这一点的因素 他即便是不情愿 那也是没有半点儿的办法 既然 第一点没办法 那就只有在另一种原因上 想办法了 这地阶灵甲 就是他的办法 穿上了这地阶灵甲 他身上的防御力 也会变得异端的恐怖 也是可以抵御住 外界强大力量的冲击 这样的话 无尘先王的优势 那就不复存在了 凭借着修为的压制 他就一定可以击败无尘 重新夺回自己的名次 宇文也 你想要这地阶灵甲吗 这玩意儿的确是好东西 但是价格也不菲 估计没有个200万金币 是根本拿不下来的 齐鸣提醒说道 宇文也道 无妨 这次我带了600万金币来 拿下了这件灵甲之后 那也并不妨碍 我购买后面的东西 三人文言也不说什么了 他们的金币 都有着自己的作用 是为了购买以后 更具有价值意义的东西 要是因为前面的东西 而浪费了钱财 导致他们无法购买 后面的东西 那么 他们才是真的要后悔死 不过 600万金币 这不是一个小数目 倒是可以挥霍一下的 黄中看了看众人 见所有人的目光 都是在盯着这一件软甲 也是点了点头 他需要的就是这么一种效果 递接灵甲 起拍价50万金币 每次加价不少于5万金币 请大家净拍吧 一句话 把很多人都是从头脑发热的状态之中 给惊醒过来 忍不住是狠狠地咋舌 这灵甲的价格 也太他妈的贵了 仅仅起拍价就要50万金币 这样的价格 哪怕是画龙镜强者 都不一定能拿得出来 而且 这还是起拍价而已 真正最后的成交价 那不用想 是肯定要超过100万的 真心不是一般人买得起的 一时之间 竟是无人开口镜拍 似乎都被这恐怖的价格给震慑住了 一个一个都是闭口不开价了 但是 黄中却是一点也不慌 像灵甲这样的宝物 一向是有价无事 尤其是高等级的灵甲 更是很难寻找 一旦出现 必定会引起众人的疯狂 这是毫不质疑的 50万 过了一会儿 终于有人忍不住了 出手要抢夺了 众人的目光 都是抬起头来 望向了一个包间 现在 开卖会 已经是进入了第四轮 他们这些人 是压根而没有资格开口的 能够开口的 莫不是一等一的大佬 才住级别的人 也只有他们这样的人 才是能有如此大的财力 有人开了头就好办了 一时之间 竞价者是很多 而这灵甲的价格 那也是水涨船高 很快的就突破了 一百万的价格 而且还在不断地向上攀升 丝毫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已经一百万金币了 真是太疯狂了 侯军级忍不住 感慨一百万金币 这对于他来说 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他不知道要攒多少的时间 才是可以攒够那么多的金币 夏幽兰也是一样 无比的感慨 这一辈子 他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金币 不愧是中州的大佬 财力果然是超级的可怕 一百一十万 一个声音从704号包间里传了出来 是宇文也出手了 这声音是从704号包间里传出来的 是宇文也 宇文也 青年巨头 呵呵 没想到连他也出手了 这一场地阶领甲之争 真是越来越精彩了 众人议论纷纷 热血涌动 看着包间里的大佬们出手竞争 就像是自己在出手竞争一样 第1293章又见火药时 但是 很明显 宇文也的出手 并不能止住众人的疯狂 因为能够参与这地阶领甲竞争的人 无一不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他们的身份地位 基本上都在不在宇文也之下 所以 宇文也并不能让他们退缩的 一百二十万 一百二十五万 很快的 价格就飙升到了 一百五十万金币 这再一次刷新了拍卖会的最高记录 因为第三轮拍卖会的最后一件拍卖品 最终的成交价 也不过才是一百二十万而已 已经是一百五十万了 到底要涨到什么时候才肯罢休 估计很快的就会涨停了 因为已经有不少的人不再报价了 很明显是放弃了 一百五十万金币的价格高得太离谱了 照我的话早就放弃了 不再开口竞争了 这是大佬们的世界 俺们这些人是根本不懂的 众人议论纷纷 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争 最终这件地阶灵甲 以一百九十万金币的价格 被宇文也给买走 第二件拍卖品 添接终极五级黄拳掌一部 起拍价五十万金币 每次加价不少于五万金币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竞拍一下 黄中的话已出 再度是引发了一场轰动 所有人的目光都是看着他手中的卷轴 卷轴上面 黄拳掌三个大字清晰可见 闪耀着无尽的光彩 绚烂夺目 耀眼至极 呵呵 天接终极五级终于是出现了 天接终极五级 比起一般的天接五级来 威力要强了许多许多 当然 价格也要高了许多 起拍价都是五十万 最终的成交价 肯定是要超过一百五十万的 那是肯定的啊 之前的一件地接灵甲 就达到了一百九十万的天价 更不要说这天接终极五级了 肯定是要超过一百五十万这个价的 四一五号包间 无尘耸耸间 对这一门所谓的黄拳掌 那是一点的兴趣都没有 重生之后他就修行过一套掌法 那就是六合掌 不过伴随着他修为的晋升 六合掌的威力 相比于其他一些绝技而言 那就显得有些不足了 所以现在的他几乎是不用六合掌了 而是改为使用更具威力的绝技 比方说龙族的绝技 这就是他最近重点研究 并且开发使用的绝学了 最终 这部黄拳掌被一名画龙镜七重天强者 以二百二十万的价格给买走 第三十五件拍卖品 人头大火钥匙一颗 当服务人员把火钥匙给端上来的时候 一股凶猛的火焰 就是从无尘的身体之中给生了起来 吓了他是一大跳 他自然是明白 这一股火焰到底是来自于谁 不正是地狱幽怜吗 地狱幽怜 麻烦你不要激动 一切由我呢 吴晨自然知道 火钥匙对于地狱幽怜来讲 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地狱幽怜需要吞噬吸收火钥匙的力量 从而得到提升和精华 增强自己的实力 与此同时 他也在暗暗地运转法觉 将地狱幽怜的力量给压下来 这里是拍卖会现场 他可不想地狱幽怜暴露出来 地狱幽怜道 我要这颗火钥匙 吴晨点点头 道 你放心吧 这颗火钥匙 我一定会帮你拿到手的 这些日子 地狱幽怜也是帮了他不少的忙 要是没有地狱幽怜的协助 他现在只怕是早就在地府之中了 而且地狱幽怜的力量越强 今后对他的帮助也就越大 所以 无论怎么样 他都要拿下这一颗火钥匙 给地狱幽怜使用 提升地狱幽怜的实力 得了吴晨的保证 地狱幽怜也是放心下来了 他的目光穿过吴晨的身体 看着拍卖台上这一颗火钥匙 心头碰动 这一颗火钥匙 实在太大了 之前他在天猪岛上搞到的那一颗火钥匙 跟这一颗火钥匙相比 简直一个在天上 一个在地下 几乎没有什么可比性 见地狱幽怜安静了下来 吴晨也是长出口气 这家伙 真不愧是火焰一族 脾气十分的狂暴 换作一般人 根本就是制服不了的 吴晨 你怎么了 怎么突然之间 感觉你身上热起来了 旁边 下幽兰惊骇地看着吴晨 刚才 不知为何 一股炙热的能量 从吴晨的身上传了出来 传遍了整个包间 让他们三个人 都是感觉到了一种惊骇 那一种能量 狂暴至极 可怕至极 远远的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吴晨道 没事了 你们不用去管 地狱幽怜的事情 他自己能够应付 下幽兰他们这些人 是根本就帮不上什么忙的 三人对望一眼 他们知道 吴晨肯定是有什么秘密 只是不想告诉他们罢了 既然他不说 他们也不去多问的 只是注目于拍卖台 吴晨也是一样 看着拍卖台 眼中也是泛起了火热 这一颗火药石 足足有人头一般大小 要是他买下 给地狱幽怜使用 地狱幽怜的力量 不知道又能提升多少 对于这个事情 他可是很有期待的 除了他之外 在场的那些火属性功法的修士们 也是眼睛睁大 看着这一颗火药石 有着无比浓厚的兴趣 他们是修行火属性功法的人 自然是明白 火药石对他们这些火修来说 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几乎可以说是神物 火药石的作用 相信在场的火属性功法的强者们 都是很清楚的 所以我就不再介绍了 起拍价一百万金币 每次加价不少于十万金币 诸位有需要的朋友 可以竞争一下 黄中把话撂在那里 就什么也不管了 至于这火药石 他不愁没有人买 别人或许不一定会买 但是火修那是肯定会买的 而火属性功法 这是自然界很常见的一种属性功法 修行的人不知道有多少 根本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的 有人曾经做过一个统计 分析大千世界修行各种功法的修饰数目 得出了一个结论 在所有的功法之中 火属性是最常见的一种力量了 几乎占了一半 由此可见 火修的数目到底有多么的庞大 第1294章出手 起拍价一百万吗 吴晨淡淡一笑 对于他而言 不论这火药石的价格有多贵 都是无法阻止他得到它 这一颗火药石 他是势在必得的 吴晨 你想要这火药石 下幽兰 他们看吴晨这般的神色 心知他是对这火药石有兴趣 而且上一次天猪岛上的拍卖会 也是出现了一颗火药石 最终就是被吴晨给买了去的 吴晨笑而不语 他买这火药石 是为了给地狱幽怜提供能量 让他能增强自己的实力 地狱幽怜的力量变强了 对他来讲也是很有好处的 一百万金币 一百一十万金币 一百三十万金币 罕架声此起彼伏 众人都是热情高涨 对于这一颗火药石 都是很有兴趣的 因为这火药石之中 蕴含有庞大的火之灵气 若是能将之给吸收链花 对于修行来讲 有着极大的好处 很快的 价格就攀升到了一百七十万金币 并且还有很大的升值空间的 两百万金币 一个声音 从415号包间里传出来 是吴晨出手了 一下子加了三十万金币 把价格给抬到了两百万金币 这是吴晨 他也想要这颗火药石吗 应该是这样 听说 这个吴晨 他主修的还是火属性的功法 火属性功法 修行的人实在太多太多了 基本上是所有属性之中 最多人修行的一种属性力量了 那也是正常 在这个世界上 谁又能理得开火呢 众人议论纷纷 是他出手了 704号包间 宇文也眼睛一亮 无尘的声音 他自然是记得清楚 永远也都不会忘记的 齐鸣道 宇文也 你要出手教训教训这小子了吗 宇文也一笑 道 当然 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子 真以为自己实力强 我就不能奈何得了他 现在就让他瞧一瞧 我宇文也的厉害 三人笑了 他们知道 宇文也跟吴晨之间有恩怨 有过节 这是毫不质疑的 以他的个性 能不出手教训吴晨一下才怪 齐鸣说道 宇文也狠狠地教训这小子一顿 之前 在第三轮拍卖会上 他相中了一部剑光飞行术 却是遇上了顺岩从中作梗 把剑光飞行术的秘本给抢走了 而这顺岩是跟吴晨他们一伙的 是吴晨在给他撑腰 才敢于跟他相互叫板 所以 对于吴晨 他因为剑光飞行术的问题 也是对这人是有着很深的成见 不过 宇文也并不急着出手 现在呢 好戏才刚刚开始 还有很多人出手在竞争 吴晨的优势并不明显 所以 他也没必要这么快出手的 他要在最关键的时候 给予吴晨已沉痛的一击 而吴晨的出手 并没有让众人的热情 有什么消退的迹象 很多人都在出手抢夺 而火药石的价格 也是节节攀升 很快的就达到了280万金币 300万金币 吴晨再次出手 加了20万金币 把价格给提升到了300万金币 这个价格已出 让场中瞬间就是安静了一下 所有人都是已经 把目光投向了415号包间 已经300万金币了 看样子 这吴晨对这东西 是实在必得了 300万金币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吴晨他出身于东悬域 有这么充足的财力吗 我也很怀疑这个 但是 我想 他既然敢报价 那就肯定有这么高的财力 而且 他的天资就摆在那里 画龙镜一重天 就有青年巨头的实力 这样子的一个人 无论走在什么地方 都必定会是一大焦点 只要他的宗门 不是什么无药可救的笨蛋 都会轻力地去培养他的 那倒也是 他的天资 实在太强大了 即便是在我们中周的世界上 那也是嫌有人能及 吴晨的再次出手 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 毕竟 300万金币的价格 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绝对不是什么一般人 能拿得出来的 哪怕是青年巨头 在没有家族的鼎力支持之下 也是不一定能拿得出来的 吴晨 你身上有这么多金币吗 夏幽兰等人 也是惊得目瞪口呆 对于他们来说 100万的金币 这就已经是属于天价了 不知道要什么时候 才能凑得起这么多金币 然而 吴晨呢 却是一口气 就报价了300万金币 说实话 这么多的金币 他们这辈子都没有见过 吴晨笑而不语 他现在的经历 就是在于寻找各种各样的材料 供自己的修行所用 而那些材料 可都不是什么一般性的东西 几乎每一件 都是价值无量的稀释珍宝 要想购买那些材料 所需要的消耗 那可绝对不是一般的大 因此 他必须要准备大量的金币 看吴晨这般的表情 三人也是不再说什么 既然他敢于报价 那么 他就肯定是能够有那么多钱的 毕竟 这里是拍卖会 并不是其他的地方 没有足够的财力 是绝对买不到东西的 光是拍卖会这一关 吴晨就过不了的 吴晨报价300万金币 这的确是下注了不少人 毕竟 300万金币 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即便是在场的这些人 也是要慎重地考量 不可轻易喊出价格 因为自己一旦喊出价格 那就是无法收回来的 没人出手了吗 704号包间 宇文也嘴角一笑 既然没有人出手了 那么就是他出手的时机了 350万 还不等他出手 突然 一个声音从另外一个包间里 传了出来 打断了他 所有人的目光 都是不自主地转移了过去 望向了86号包间 86号包间 谁进去了 我之前留意了一下 好像是宇文凯进去了 宇文凯 这不是宝亲王的三弟吗 正是此人 呵呵 没想到 宇文凯竟也要出手 抢这火钥匙 这可是一名传奇境的强者啊 传奇境的强者出手 果然就是不一样 一次性就加了50万金币 第1295章 宇文凯 三叔 三叔他要买这火钥匙 突如其来的加价 让宇文也有些发猛 他没有想到 自己的叔叔居然也来了这里 而且还要竞争这火钥匙 旋即 他就是想到了什么 不由的是明白了过来 幸好自己没有来得及喊价 要不然 就坑到了自己人的头上 宇文也自言自语 暗自庆幸 因为他原本还想开口 坑一下吴臣 但是没想到 自己的三叔居然出手了 要是自己刚才喊了价钱 那么 岂不就是坑到了自家人的身上 齐鸣等人对望一眼 也是没有想到 宇文凯居然会出手 抢夺这火钥匙 看着宇文也 想到之前他的想法 他们不由的是感到有些好笑 这家伙差点就坑到了自己亲叔叔的头上 算了 不争了 争不过 宇文凯的一番出价 把很多人都给吓住了 都是明确地表示放弃了 因为价格实在太恐怖了 350万金币 而且即便是他们去争 也不一定能争得过宇文凯 宇文凯的实力和他的背景 可绝对不是什么盖的 在这黑龙帝国 能与之抗衡的人 那是少之又少 吴臣 当心 这人是传奇境强者 415号包间 夏幽兰提醒吴臣说道 皮椅上 吴臣眉头一皱 他也没有料到 传奇境的强者 居然也会卷进来 这可是太意外了 不过 对于他来说 他可不管对手是什么人 哪怕是天王老子 要想跟他抢着火钥匙 那都是不可能的 400万金币 吴臣淡淡地吐出了五个字 然而 他这五个字 却像是红中一样 重重地乍响开来了 我是不是听错了 把40万金币听成了400万金币 你太扯了吧 现在价格都已经高到了这种程度 怎么可能会是40万金币呢 这么说来 真的是400万金币了 我的天啊 突破400万金币了 是啊 自本次拍卖会开始以来 还是第一次超越400万金币 真的是很难让人相信 吴臣居然这么有钱 吴臣的胆子可真不是一般的大 竟是敢于和传奇敬强者争东西 这胆量可不是什么一般人能有的 众人震惊 眼睛睁大 目瞪口呆 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 没有想到 在这个世界上 居然还有人敢于和传奇敬强者相争 而且这一位传奇敬强者 还不是什么一般人 而是宝亲王的弟弟 人称三爷的宇文凯 这小子胆子不小 竟敢和三叔争抢这火钥匙 704号包间 宇文也嘴角处掀起一抹冷笑 他的三叔 可不是什么一般人 而是无上传奇敬强者 无论是财力 还是修为和实力 这些这些 都远远的超过了画龙敬强者 无尘居然敢和三叔相较量 那简直是在自寻死路 其名他们这些人也是冷笑 无尘这小子真是不自量力 竟是敢于和传奇敬强者比拼 传奇敬强者 只需要稍稍动一下手指头 就能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86号包间宇文凯眉头一束 显然是没有想到 无尘居然还敢加价 而且和他一样 是加价50万金币 这是摆明了和他抬杠 拍卖台上 黄中笑得何不拢嘴 他们拍卖场可不管那么多 只管卖出货物 至于是谁竞拍 那与他们拍卖场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无尘你疯了 不是提醒过你吗 这人是传奇敬强者 我们根本就招惹不起 415号包间 夏幽兰他们也是被吓住了 他们没有想到 无尘居然还会加价 要知道 他这一次面对的对手 可不是什么一般人 而是一名传奇敬强者 无上级别的存在 哪怕是他们所有人 全部加起来 都不是对方的对手 无尘看了他们一眼 道 你们不用担心 我自有分寸 这火药石 对地狱优廉来讲 有着很大的作用 它是必须要搞到手的 不管付出怎样的代价 不管对方是什么人 都是绝对阻止不了他的 可是 夏幽兰还想再劝 但是顺言却是拉住了他 师姐 你不要再说 难道你还不了解他的个性吗 顺言对无尘的了解 肯定要比夏幽兰更多 别看他平时很冷淡 不喜欢说话 但是他对无尘的认知 还是比较准确的 他知道无尘是属于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对于他而言 只要他认定了的事情 就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这 夏幽兰沉默了 想了一下 叹了口气 随你们吧 你们爱怎么弄就怎么弄 无尘现在的修为和实力 已经是远远的超过了他 他要去做什么 他也是根本就管不了的 无尘不语 只是默默地看着拍卖台上的 那一颗人头大小一般的火钥匙 这一颗火钥匙 个头不小 他是绝对要买到手的 给地狱幽怜吞噬掉 让地狱幽怜增强实力 那样的话 他也就多了一层保障 小鬼 你确定你要花400万金币 去买这颗火钥匙 86号包间 宇文凯冷冷地问 这颗火钥匙 对他来讲 也是有着一些作用 因为他也是火修 可以吸收火钥匙身上的 火属性灵气 增强自己的修为和实力 所以他才要出手竞争 无尘并不回答 一个宇文凯 还不足以让他放弃 这一颗火钥匙 宇文凯看了火钥匙一眼 沉吟片刻 道 既然这样 我在家50万金币 如果你再加金币 那么 你就拿去吧 这一颗火钥匙 据他估计 顶多就值350万金币 所以他才报价 350万 本来以为 这个价格买下这一颗火钥匙 应该是绰绰有余了 只是没想到 却是偏生遇上了无尘 这么一个小子 竟是敢于跟他叫板 把价格给提高到400万金币 400万金币 可不是什么一般人 能拿得出来的 哪怕是青年巨头 那也是要家族的支持 才是能够拿得下来 第1296章火钥匙到手 至于他呢 他乃是传奇竞强者 自然是能够拿得出 400万金币来 但是 他确实并不打算出 这么多的金币 因为他还要留着金币 竞争后面的拍卖品 后面的那些拍卖品 才是真正具有大价值的东西 要是他因为买了这火钥匙 浪费了钱财 导致他没有足够的财力 竞争后面的东西 那么 他才真的要后悔死 听到宇文凯的喊价 所有人都是忍不住吸了一口凉气 450万金币 这可是一个天文数字啊 他们这辈子都是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呢 不愧是传奇竞强者 财力果然是无与伦比 远远的超过了其他人的想象 宇文凯已经表态了 450万金币 不知道吴臣现在还跟不跟 这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 依我看呢 估计是会放弃的吧 毕竟 450万金币 实在太多了 哪怕是青年巨头 如果没有家族的支持 那也是没办法拿出这么多钱财的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毕竟宇文凯可是传奇竞强者 无论是名望还是身家财富 都不是画龙竞强者所能匹敌的 只要吴臣不是什么傻子 就应该能做出理性的选择 恩恩 众人议论纷纷 猜测连连 但是 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吴臣想也不想 直接报价 470万 他之所以报价470万 而不是460万 是有一定的用意的 为了告诉大家 如果他们还要继续加价 那么 他也会继续加价 并且有那个能力去加价 而且 对于现在的价格而言 460万金币 跟470万金币 那也没有什么差别的 此话一出 众人一片大花 皆是感到不可思议 什么 他居然还在加价 是啊是啊 真是不可思议 他竟然还在加价 难道他就真的一点也不怕 传奇竞强者吗 以宇文凯的身份和地位 哪怕他把他给做了 想来他背后的势力 也不敢说什么的 众人震惊 哗然一片 这小子真是活腻了 敢和三叔争锋 自寻死路 704号包间 宇文也对吴臣不屑一顾 这小子也不撒泡尿去照照自己 敢于和他的叔叔传奇竟强者叫板 要是惹恼了自己的叔叔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这小子 86号包间 宇文凯的眉头皱了起来 对吴臣的加价感到非常非常的意外 之前 他就已经明确地表示过了 自己指出450万金币 这句话其实是暗暗地告诉吴臣 叫他知难而退 不要再继续加价了 只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吴臣竟是压根而就不听 依然是选择继续加价 这简直是没把他给放在眼里 现场之中 最高兴的人 莫过于是黄中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一颗火钥匙 竟是能卖出470万的高价 因为按照他们自己的估计 这火钥匙的价格 最终也就是在300万到400万之间 400万就已经封顶了 不可能再高了 哪知 现在吴臣居然报价470万 这比他们预计的最高价 都要高出70万金币 至于最低价300万呢 则是要高出一半多 这简直是不敢相信 旋即 他又把目光转向了86号包间 道 不知道这位贵宾还要继续加价不 虽说470万金币的价格 已经是明显的超过了预期价格 但是 谁又会嫌弃价格更高一些呢 不会有人的 尤其是他们拍卖师 恨不得每一件东西都被炒成天价 那样的话 他们的薪水也就更高 哼 但是 回应他的却是一个冷哼 之后就没声了 黄中尴尬地笑了笑 却也不说什么 因为之前宇文凯就曾经说过 最高价格也就是450万 若是再高价格的话 就是不要了 随即 他又看了看其他的包间 想看看还有没有其他人要出手 抢夺这火钥匙 但是很明显 其他人也是不会开口的 因为价格太贵了 连宇文凯都放弃了 不争了 那么 他们就更加不会去再争了 他们可不想成为宇文凯所惦记的对象 被宇文凯和他背后的保亲王府给惦记上 那种日子可是非常的不好过啊 既然没有人在加价 那么 就恭喜这位贵宾了 黄中一锤定音 宣布了最终的结果 当听到最终结果的时候 吴晨是长出了口气 费尽了千辛万苦 不惜与传奇敬强者相对抗 他就是为了得到这一颗火钥匙 现在好了 他终于是得到了这一颗火钥匙 现在你总归满意了吧 吴晨这话是对身体里的地狱幽怜讲的 地狱幽怜也是看了他一眼 感激的道 谢谢了 之前 吴晨说能给他找到火钥匙 供他提升自己的实力 他还并不相信 认为他是在敷衍他 大空口的白条 现在呢 吴晨已经是连续给他找到了两颗火钥匙了 这对于他来说 简直是绝佳的补品 今后 只要不出现什么意外 他会一直跟着吴晨 寻找火钥匙 给自己成长 直到成为真神静强者为止 对于他们火焰遗族而言 他们有着近乎无限的寿命 不死不灭 但是 他们要想化身成为人形 那可是要比其他的生物艰难多了 比方说妖兽 有很多的妖兽在六阶 七阶的时候 就是已经能够转化成为人形了 一些血脉之力强大的妖兽 甚至可能会更早 而他们火焰一足 却是要等到真神静 才可以脱离火焰的状态 成为人形 本来 按他自己的修行 还不知道要等多长的时间 才是能够成为真神静强者 几乎可以说是遥遥无期 但是 现在得到了火钥匙 这让他看到了成为真神静强者的希望 他坚信 只需要自己继续跟着无尘 得到更多的火钥匙 那么 他就能够快速地成长 迅速地成为真神静强者 脱离火焰之行 真正的话为人 第1297章 第五轮 哎 真是有你的 花费这么多钱买这火钥匙 值得吗 夏幽兰感慨道 无尘看了他一眼 笑而不语 若是他身上没有地狱幽怜 他肯定是不值得的 但是 他身上现在有了地狱幽怜 那就完全的不一样了 地狱幽怜可以吸收火钥匙的力量 借此来增强自己的实力 而地狱幽怜的实力强了 他的实力也会大幅度地提升 这对于他的作用 是无论多少的金币 都没办法弥补的 在无尘出手竞拍下火钥匙之后 拍卖会继续进行 第四轮的拍卖会 拍卖的东西只有50件 但是 渐渐都是精品 渐渐都是高价 最后的一件东西 价格更是拍到了 800万金币的程度 这种恐怖的价格 可能只有传奇竞强者 才是能够凭借着个人的能力买下来 其他人呢 要么是在家族的鼎立支持之下 要么是从朋友那里借来金币 才是能够买 第四轮拍卖会结束了 请诸位朋友不要走开 休息一刻钟之后 我们进入本次拍卖会的 最后一轮拍卖会 黄中走入了内堂之中 终于要进入最后一轮的拍卖会了 早就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是啊 我也是等得不耐烦了 第四轮拍卖会 就出现了价值800万金币的拍卖品了 不知道后面还会出现什么价值的宝物 这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肯定要超过1000万金币了 你这是废话 多少金币都与我们无关了 反正我们也买不起 不过就是看一看罢了 哈哈 704号包间 四人凑在一块儿 商量着事情 语文也嘀咕道 咋回事 不是说有清风弹吗 怎么还不出现啊 齐鸣道 现在第四轮已经结束了 还没有出现清风弹 这只有两种解释 一是根本就没有清风弹 而是在第五轮 毕竟还有第五轮的拍卖会呢 唐鹤道 依我看 在第五轮的情况非常大 崔氏镜点了点头 道 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语文也道 那怎么办 第五轮的拍卖品 价格肯定要超过一千万金币的 以我们的财力 根本就不够 齐鸣道 这很简单 到时候我们把所有的钱财汇聚到一块儿 共同买下清风弹 到时候孵化了 成长起来 共同守卫着我们四大家族 好主意 就这么办 第五轮的拍卖会 拍卖的东西 价值肯定是非常非常的恐怖 以他们个人的财力 是根本就没办法买下来的 因此 只有合力 把大家的财富集中到一起 再来购买 不仅仅是语文也 他们在谋划 其他的一些包间 那也是在进行着谋划 415号包间 吴晨从果盘里取出一颗葡萄 塞到口中 细细地咀嚼 品味着葡萄的甜美味道 对于他来讲 无论是在什么地方 什么样的拍卖会上 他都是始终坚持着一个原则 那就是他只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如果不是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他就是绝对不会购买的 这是他的原则 所以 第五轮拍卖会 他不一定要买 或许就是纯粹地当了一名看客 陪着其他人一起 看完这一场热闹而已 当然 如果遇上了他所需要的东西 那么 他绝对不会客气的 必定会倾尽全力去得到 哪怕是传奇竞强者 也是不能阻止于他 一刻钟的时间 很快地就到了 拍卖师黄中 再次从内堂里走出来了 看到黄中走出来 众人也是逐渐地安静了下来 因为他们知道 本届拍卖会的最后一轮拍卖会 即将拉开帷幕 对于这一次的拍卖会 他们已经是期待很久了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拍卖会 本次拍卖会 历经数个时辰 现在已经是进入了最后一轮拍卖会了 在最后一轮拍卖会之中 我们为大家精心地准备了20件拍卖品 这些拍卖品 都是价值极高的 无价之宝 相信大家是会喜欢的 众人都是新潮澎湃 对于即将到来的第五轮拍卖会 心中是充满了无尽的期待 闲话我也不多说了 有请我们的第一件拍卖品 话落 服务员从那堂里走了出来 带来了第五轮的第一件拍卖品 这是一个玉盒 紧紧地闭着 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一双双的目光 都是汇聚在玉盒之上 眼睛一眨也不眨 猜测连连 这玉盒之中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之下 黄中缓缓地拿过玉盒 小心翼翼地将枝给打开 露出了玉盒之中的东西 在玉盒打开的时候 一股清香的味道 就是扑面而来 令人是陶醉不已 很多人都是不由地 是深吸了一口气 只是感觉内心舒畅 灵魂都似乎是要升华了一般 而他们的眼睛 则是一眨也不眨地盯着玉盒 玉盒里面的东西 是一颗丹药 这是青云化心丹 无尘乃是丹神 对丹药那是无比的熟悉 他一眼就认了出来 这颗丹药是什么丹药了 青云化心丹 这是一种六阶丹药 有着很神奇的效果 可以用于很多的用途 细细一看 这颗丹药的成分和光度 很明显 是已经达到了上品级别 上品青云化心丹 不错不错 无尘点点头 没有想到 这里居然能看到 上品青云化心丹 这可不是一般的 六阶炼丹师 能炼制出来的 黄中举起青云化心丹 道 这是一枚六阶丹药 名字叫做青云化心丹 乃是由著名的炼丹宗师 染大师所炼制的 其品级是上品级别 什么 六阶上品丹药 听了黄中的介绍之后 众人都是不淡定了 一双双的眼睛 都是在盯着这一颗丹药 一炸也不炸 充满了无尽的垂涎 六阶上品丹药 单单是这个级别 就不是什么一般的丹药了 而是价值极高的丹药 有着极其神奇的效果 一旦使用 那种效果 简直就是无法形容 第一千二百九十八张 青丰蛋 上品青云化心丹 起拍价两百万金币 每次加价不低于两十万金币 请大家净拍吧 一句话 把众人从头脑发热的状态之中 给惊醒过来 目瞪口呆 什么东西啊 光是起拍价就是两百万金币 这价格简直是在抢人 起拍价两百万金币 最终成交价 即便是不能达到一千万金币 也是相距不远了 真不是一般人能买得起的 这玩意儿 吃了能成仙 价格这么恐怖 众人议论纷纷 看着那一颗丹药 这丹药是好 但就是价格太恐怖了 一般人根本就不要想买下来的 看到很多人都是打了退堂股 黄中一点也不着急 高等级的丹药 那是一项有价无事的 因为炼制难度太大了 远远的超过了想象 一般的炼丹师 根本就炼制不出来 正所谓物以稀为贵 难以炼制 就造成了超高级别的价格 两百万金币 很快的就有人开口了 想要竞争这一颗丹药 二百五十万 二百七十万 三百万 喊价声此起彼伏 众人都是热情高涨 最终 这一颗上品青云化新单 是以八百三十万金币的价格成交 这个价格 再度是创造出了 本届拍卖会的最高拍卖记录 对于青云化新单能拍出这样的价格 无尘并不感到奇怪 高阶单要一向难求 每每提升一个等级 其效果都会是成倍的提升 而价格也是一样 会增加许多许多 第二件拍卖品 是一件地阶中品领保 地阶中品领保 无论是品级还是力量 都是一般的地阶领保 所无法媲美的 价格也是一样 起拍价二百五十万金币 最终的成交价达到了八百八十万金币 这又一次引起了众人的震撼 很快的 十二件拍卖品过去了 在这十二件拍卖品之中 价格是逐步的提升 到达第七件的时候 就已经是突破了一千万金币的记录 这让在场所有人都是惊叹无比 在此期间 吴晨是没有出手的 对于他来讲 他不需要这些东西 自然而然 他也就不会出手去购买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 第十三件拍卖品 是一颗神秘的蛋 当工作人员 把他给抬出来的时候 所有人都是惊呆了 这是什么东西 蛋 呵呵 这拍卖会还真是什么东西都有啊 连蛋也拿出来拍卖 这蛋肯定不是什么一般的蛋 要不然 绝对不会在这第五轮 才拿出来拍卖 难不成是龙蛋 龙蛋 你想象力太丰富了 怎么可能会是龙蛋呢 呵呵 我不过是随口一说罢了 还是听听拍卖师怎么说吧 众人的眼睛 都是一眨也不眨的望着这一枚蛋 眼中充满了好奇 这到底是什么蛋 他们确实没有看明白 这是什么 包间里 无尘的眼睛 无尘的眼睛 也是在看着这一颗蛋 也是充满了好奇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连他也看不出来 只是隐隐约约感觉到 这东西有些不同寻常 终于来了 我们的宝贝 也有一些知道内情的人 他们的眼睛亮了起来 其中就包括704号包间 此时此刻 四人的目光 都是一眨也不眨的 盯着这一枚彩蛋 充满了无尽的渴望 他们来这拍卖会 就是为了这东西 清凤蛋 这时 黄中的声音响了起来 第十三件拍卖品 清凤蛋一枚 什么 清凤蛋 简简单单的三个字 确实让所有人 都是眼睛睁大 死死地盯着这一枚彩蛋 充斥着无尽的垂弦 清凤蛋 顾名思义 清凤所生下的蛋 清凤 这可是凤族之中的已知 虽然是庞戏 但是力量却是超级的恐怖 一头成年清凤 实力至少是传奇境 非常非常的可怕 这是清凤蛋 我没有听错吧 听到清凤蛋三个字 无尘一下子 从皮椅上站了起来 一双眼睛 直直地盯着这一枚彩蛋 就连身体都是忍不住 颤抖了起来 他太激动了 本来 他最近一段时间的重点 就是寻找修行火黄诀 第五重境界的材料 经过了他这些日子 辛苦地寻觅 已经是找齐了 绝大部分的东西 甚至就连凤凰草 也让他给找到了 但是 现在他还不能修行 火黄诀第五重境界 因为他还缺少了一件 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凤凰血脉 凤凰血脉 这种东西是很罕见的 只在极少数的生物之中 存在有这种血脉 但是 一般存在于其他生物之中的 凤凰血脉 大多是很不纯净的 而且也很稀薄 几乎只有一丝 要想抽取出来 那是很难很难 至于用来修行 那更加的艰难 超级的不使用 只是没想到 在这拍卖会上 居然能看到青凤蛋 看到这青凤蛋 无尘感觉到 他现在最头痛的问题 似乎是可以得到解决了 青凤 这是凤凰的一只 庞系血脉 不过 虽说是庞系 但是其血脉的力量和纯度 却是要远远地超过了 其他的生物 毕竟 这青凤也是属于凤凰的一族 这一枚青凤蛋 其中所蕴含的精华 更是无比的庞大 可以说是超越了他的想象 想一想就知道了 这青凤蛋是能诞生出 青凤的东西 其中所有的能量 自然是无比的庞大 无尘 你需要这东西吗 看无尘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目光一眨也不眨地盯着青凤蛋 就连身体都在颤抖 三人猜想 他是动心了 无尘深吸一口气 笃定道 这青凤蛋 我是在必得 青凤蛋 是他修行火皇诀 第五重境界的关键 是他解决凤凰血脉的东西 他好不容易才寻到 这么一件东西 绝对是不会放过的 要是错过了的话 他必定会后悔一辈子的 三人对望一眼 心中都是极其的震惊 因为之前的拍卖品 就是已经是超过了 一千万金币 这一枚青凤蛋 那自然是要超过一千万的 而之前 无尘就已经花费了 四百多万金币 来购买其他的东西 他身上到底有多少的金币啊 第1299章疯狂 青凤蛋 起拍价三百万金币 每次加价不少于三十万金币 请诸位朋友净拍吧 拍卖师黄忠的话 透过扩音器 清晰无比地传遍了整个拍卖场 这青凤蛋 虽然看上去没有多大的价值 但是实际上却是不然 若是能买下这东西 拿回去 将其给孵化掉 那么就可能会得到一头潜力无限的战宠 清凤的战力 那可绝对是第一流的 一头成年清凤 最起码也能有传奇竞强者的实力 而且 清凤的寿命也是很长很长 能够守卫一个势力上千年 乃至上万年的时间 所以 拍卖师话音一落 场中立刻就是轰动了起来 三百万 三百五十万 五百万 仅仅三次加价 价格就是提升到了五百万金币 比之起拍价高出了两百万金币 足可见 在场的这些人 该是有多么的疯狂 太疯狂了 这才一会儿功夫 就涨到了五百万金币 那是自然 你想想 这清凤蛋要是能孵化出来 等如是有了一头潜力无限的战宠 什么人不想获得呢 对 要是我有足够多的金币 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竞拍 这清凤蛋 错过了的话 那必定是后悔终生的 众人议论纷纷 五百万金币的价格 很明显只是一个开始 对于这些疯狂的人而言 金币不是什么问题 只要能拍下这清凤蛋 多少的金币都是值得的 因此 价格也是一路飙升 连连上涨 丝毫都没有停下来的势头 一千万金币 突然 一个声音从704号包间里传出来 却是宇文也出手了 这是宇文也 他哪里来这么多钱 估计是家族给的吧 嗯 应该是这样 实际上 对宇文也来说 他这次总共就带了六百万金币 之前他为了购买地阶灵甲 已经是花了一百多万 现在就只剩下了四百多万 是远远的不够的 不过 他身上虽然没有代购钱 但是齐鸣 崔师静他们身上还有些钱 现在 他们是集合四人身上的钱财与一体 共同静拍这一枚清凤蛋 是一定要将这个清凤蛋给买下来的 已经一千万了吗 415号包间 吴晨有些惊奇 虽然知道这清凤蛋的价格会超过一千万金币 但是没有想到 居然抄得这么快 看样子 这个东西有希望超过一千五百万金币 至于下幽兰他们 早就已经是精的目瞪口呆了 从来没有想过 就是这么一颗蛋 就能卖出这么高的价格 一来 这颗蛋毕竟只是一颗蛋 能不能孵化成功 那都是很难说的 二来 即便是最终能够孵化成功 小清凤能不能顺利地成长 这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中间需要经历过无穷无尽的磨难 而且在成长的过程之中 又不知道要投入多少的资源 可以这么说 这是一个无底洞 没有充足的资源作为支撑 即便是买了这东西 那也是无能为力 哎 不争了 价格到了一千万金币之后 不少人就打了退堂股 因为价格实在太高了 哪怕是传奇境的强者 都是要认真的考虑 他们的身上 可是没有这么多的金币 需要花费部分的紫金 甚至是黑金 才是足够一千万的金币 不过 也有一些人没有被吓住 没有动摇 继续更加 一千零五十万 一千零八十万 一千一百二十万 看到还有这么多人不肯放弃 宇文也嘴角一笑 道 一千二百万 此价格一出 又是引起一阵议论纷纷 宇文也又加了八十万 已经是达到了一千二百万了 看着情势 这一颗青凤蛋是要落入到保亲王府的手中了 没办法 谁让人家保亲王家大才大呢 一般人根本就比之不过 宇文也把价格提升到一千二百万之后 更多的人选择了放弃 他们不是没有这么多财富 而是觉得不值 正如夏优兰他们所考虑的那样 购买这青凤蛋 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后面还需要海量的投入 一般的个人 哪怕是传奇竞强者 都不一定能承受得住这种巨大的投入 这青凤蛋 只能归属我们四大家族 704号包间 宇文也笃定的道 对于他们这些大家族而言 资源这些是肯定有的 只要他们能够买到这东西 那么他们就一定是能够将这青凤蛋 给孵化出来 然后再将其培养到成年 成为一尊真正的神兽 没有人出手了吗 看到场中突然鸦雀无声了 吴臣嘴角一笑 该是他出手的时候了 1250万 突如其来的声音 让得所有人都是吃了一惊 纷纷把目光 投向了吴臣所在的包间 顿时 场中就响起了一片热闹的声音 这是吴臣 他也要买这青凤蛋 对 是他 这声音 错不了的 他不是已经买了火钥匙吗 哪里还有这么多金币啊 是啊 之前他买留金箱的金币 孤且不算 单单就一个火钥匙 就是470万金币 现在呢 又爆出了1250万的价格 二者加起来 这就至少得是有1700万的财富了 比起一般的传奇竞强者 都要更富有了 他哪里来这么多金币 这就不得而知了 吴臣的出手 让所有人都是震惊不已 因为早在第二轮 吴臣就出手竞拍过刘金箱 第四轮呢 又出手竞拍了火钥匙 现在呢 又要出手竞拍青凤蛋 这三者所需要的金币加起来 足足要超过1700万金币 这么多的金币 哪怕是很多的传奇竞强者 都是未必能拿得出来 真是很难让人相信 是这小子 704号包间 宇文也勃然大怒 之前在火钥匙的时候 他就准备找吴臣的麻烦 但是 后来因为他三叔的出手 也就做了吧 只是没有想到 对方居然要跟他 抢着青凤蛋 第1300章竞争 小子 本世子没有找你的麻烦 你倒是来找本世子的麻烦 本世子让你见识见识 本世子的厉害 宇文也嘴角掀起了一抹冷笑 在这个世界上 还没有什么人敢于 跟他们抢东西 这吴臣的做法 简直是对他们的一种挑衅 1300万金币 宇文也二话不说 立刻就把价格给提升到了1300万 他倒是要看看 吴臣这小子还敢不敢继续跟 415号包间 吴臣嘴角一笑 既然这宇文也要跟他斗 那么他就陪他斗一斗 1330万金币 宇文也根本不做犹豫 直接加价 1360万 1400万 吴臣再次报价 把价格给提升到了1400万 这一个价格一出 再度是在拍卖会现场 引起了一场风暴 因为自拍卖会进行到现在为止 还是第一次超过1400万 这种价格 已经是完完全全地超越了大家的想象 已经1400万了 看着情势还有继续上涨的潜能 有可能是要突破1500万 甚至还要更多 两强相争 这一场清风弹的争夺战 那是越来越精彩了 真正令人震惊的是吴臣 他身上的财富 简直是多得没办法估量 他是干了什么 积攒到如此庞大的财富数量的 这是我也挺好奇的 他的宗门 貌似不是东玄域第一势力 不可能会给他这么多钱的 要知道 他之前就花了400多万金币了 再加上现在的1400万金币 那就相当于是1800多万了 这等财富的数量可是无法估量的 难以置信 真的是难以置信 众人震惊 一片议论纷纷 这小子是非要跟我们死磕是吧 704号包间 宇文也怒不可斥 他没有想到 吴臣的意志竟是如此的强大 穷追不舍 将价格给攀升到了1400万 你们身上还有多少金币 宇文也问 他身上还有400多万金币 需要进行统计 看看他们四人总共有多少的金币 齐鸣道 我这次贷了500万金币 一分钱没花 崔师静道 我这次贷了600万金币 之前花掉了230万 现在还剩下370万金币 唐鹤道 我原本也贷了500万金币 现在花掉了160万 还剩下340万金币 500万 370万 340万 1210万 再加上我的410万 我们总共有1620万 足够了 宇文也冷笑 他才不相信 吴臣一个人就敢跟他们四个人相争 小子 听好了 我出1500万金币 你如果有种 就继续跟本世子奉陪到底 此话一出 所有人都是感到心脏剧烈地抽了一下 1500万金币 这可绝对不是什么小数目 即便是在他们黑龙帝国 这也没有多少的势力能够拿得出来 太可怕了 既然涨到了1500万金币 1500万金币 要是给我用的话 我能用一辈子的时间 用这么多的金币 就为了买一颗蛋 值得吗 万一这颗蛋 没有办法成功地孵化出小青凤来 岂不是蛋打前飞了吗 是啊 真是太疯狂了 众人震惊 目瞪口呆 拍卖台上 黄中笑吟吟的 脸上堆满了笑容 对于他而言 竞拍的价格越高 他们拍卖场赚的也就越多 他的提成和薪水也就越高 415号包间 吴晨脸色沉了下来 他也是没有想到 这宇文也竟然咬得这么紧 紧追不舍 把价格给提高到了1500万金币 吴晨 你怎么了 是不是金币不够了 看吴晨脸色有些不大好 夏幽兰他们有些担心 如果没有猜错 他的金币应该要到极限了 这是拍卖会 以金币说话 不管身份贵贱 只要你出得起价钱 就能购买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 本来 吴晨在此之前 就已经是花费了400多万的金币 购买火药石和流金箱了 他能坚持到现在 已经算是十分的不错了 而他们这些人呢 早在第三轮的拍卖会之中 就已经是败下阵来了 根本就出不去那么高的价钱 而现在的价格 已经是高到了1500万金币 这样子的一种价格 即便是传奇竞强者 都是要赶到吃力了 所以 吴晨感觉到吃力 那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这时候 其他人的声音 基本上都是已经停止了 所有人的目光 都是汇聚在了415号包间 眼睛一眨也不眨 想看看里面的吴晨 到底还加价还是不加价 气氛就这样停滞了下来 大概有五秒钟 随后 才从415号包间里 传出来了一个声音 1550万金币 这个声音 透过扩音器的扩大 迅速地传遍了整个拍卖会场地 清晰无比地传进了 所有人的耳朵 所有人都是惊得目瞪口呆 他们都是没有想到 即便是在这样子的一种形式之下 吴晨依然是不肯松手 还要继续加价 704号包间 所有人都是暴怒 现在 价格已经是高到了1550万金币 这么恐怖的价格 即便是他们四个人 现在身上所有的财富 全部都加起来 都已经快要达到极限了 只需要两次加价 他们就再也加不起价格了 这小子 我非杀了他不可 四人杀气腾腾 一直以来 在黑龙帝国 他们都是横行无忌 哪怕是九公主这样的皇室成员 也要对他们礼敬三分 现在呢 这个从东悬狱里冒出来的野小子 竟是敢于挑衅他们 跟他们争夺这清风弹 简直是在自寻死路 怎么办 还要不要继续加 宇文也征询三人的意见 现在的他们 是在同一艘船上 他自然是要征询他们的意见 齐鸣咬牙切齿 狠狠地道 家 这小子也是撑不了多长时间了 无论如何 都要击败他